看到这样子的画面 不免让人想问到底是有多累呢 在台中杀戮有民众在台湾大道跟光阀路口等红灯的时候 发现前方带转区远民机车骑士 立这个侧柱 整个人就这样躺在机车座椅上等红灯 虽然没有影响到用路人 不过警方表示这样子的行为呢 已经是违规停车了 可以开罚最高600块 路口前方机车带转区内 接着骑士提下车速 整个人躺在座椅上双手翘高 双手也没闲着 对空不断比手画脚 像在打拳 影片碰上连书 网友搞笑配乐 笑成太奇葩 是有多累多想躺 在练气功吗 还是看无字天书 正宗车床主根本是时间管理大师 真的奇怪的人 觉得太狂猜 如果你当下看到了 我会觉得很好笑 影片电影就在台中杀戮 台湾大道与关华路口 疑似红灯时间太长 男子干脆躺着等红灯 但男子的行为 警方表示已尽违规 影片中的该机车支架已放下 驾驶人双脚离开路面 以违反倒交条例第55条 规定路口临时停车 可属新台币300至600元的罚员 同样是时间管理大师的 还有证明骑士 骑车遇到红灯 突然火云斜神上身 使出蛤蟆宫 在坡路上直接坐起 腹地挺身 另外还有周一道安博 把马路当教室 宣导总统安全 还说自己是天庭来的 其实行径太奇葩 隐成了台中人的日常 民众下次如果在路上遇到 真的不用太惊讶 接着转不上城市捷 台中转不倒